早晨 欢迎各位听众 观众 收听 收看 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千禧年代》 先和大家讲一节把场的消息 今天由上午8点到晚上9点青山靶墙会进行射击练习 日间练习时 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 夜间练习时 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 各家人士切密进入区内 以免发生危险 昨天就是的士计分制的正式实施 在这个计分制之下 如果司机有一些 例如兜路或揽收车资等行为 可被扣3至10分不等 如果两年累计被扣满15分或以上 需要停牌一段时间 留意到 昨天正式实施计分制之后 似乎乘客和的士司机的反应都不一 有些的士司机会认为 如果根本一直行驶的态度都是没问题 计分制对他们毫无影响 也有一些乘客认为 现在的投诉机制会否比较复杂 这些事项都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电话号码172311 172311 你对于这个计分制的实施 有什么意见和看法都要打电话来和我们谈谈 电话旁边我们请来一位嘉宾 就是的士车行车主协会的永远会长吴坤诚 吴坤诚 你好 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 昨天就是计分制的首日实施 你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 昨天有没有下去看过 这些事实施的事实施的事实施 正如刚才所说的 一般有些司机是有担心 还有有觉得就是说 其实现在现有 其实很多司机都在说的 就是说 其实现有法例对非法的司机的行为 尤其是所谓的严重那些 就是有些所谓的对客户啊 就是那些克逼的事件 业界当然就是说不支持有这样的行为 也都觉得现有其实法例上都可以监管到 但是现在多了叫商会计分制 我觉得司机觉得就说可能就多一点点压力 但是始终他们担心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叫做 濫去投诉啊 甚至乎有些 因为这个情况呢 你知道现在一般我们见的司机营运呢 很多时候的投诉都是比较 我觉得有一点都是沟通上的问题了 譬如有时就是走那个路不同了 走多了 收多一点钱 是不是会不会塞车啊 各方面的情况 令到收费会多了一点 我觉得要最主要都是来的 目前很多司机都在说的 就要主动要多一点和客户沟通 譬如说当那个客人上车的时候 有时塞车呢 走什么路的时候呢 给市民有个 就是那些乘客有个选择 甚至乎有时塞车的时候 尽量和客户去解释回呢 那好客户知道呢 做好自己走多一步呢 其实都关心客户多一点点 之前都说了 下车的时候 运动是否留下的东西 那尽量可能做好自己的服务 我相信那些司机都觉得 做好服务应该有些人不担心 但是有部分担心 也觉得可能会 就是投诉方面 会不会泛滥了呢 会不会多了些人 就是投诉的情况 是恶意去投诉呢 所以我们业界都希望 政府尽快去 好像澳门那样 做一个中央的CTV平台 安装在车上面 让乘客和司机去盈利方面 更加放心 是 吴冠城如果我们看回 运输琴物流局局长 林世雄 他在网字上面表示 都希望寄分制生效之后 能够更加有效地打击到 业内的少数害群之马 同时也鼓励奉工手法的司机 继续提供优质的的士服务 如果我们看回 今年交通咨询委员会 下面的交通投诉组 所公布的首季投诉的数字 和的士相关的服务相关的投诉 有2820宗 其实是按年增加了13.9% 其实这个是不是反映了寄分制的必要呢 我个人是这样看的 其实现在我们收到很多投诉 我都说过了 就严厉的或者严重的 或者有些情况去劏客 黑的去拿车 作为一种我们叫做 就是去劏客 以及去诈骗乘客 濫收那些车子 甚至是改动麦片那些 我们一向说了 我希望政府也是严厉 好像之前那些比喻 现在罚重一些 令到他们甚至停牌 我们都不欢迎这个行业的 只要我们看到投诉里面的 个案多了 事实上即使面对不同的游客 尤其是国内来 又很言语上的方面沟通 甚至很多动作方面来计 没有以前 就是我们看到里面那麽主动 有时我觉得司机都要有少少 要改进一下或者要留意多些 就是和整个沟通之间 因为我很多投诉都很细微的 就是好像说 禁区的时候上客 那些客人觉得 为什么你不让我上 加一加一加时间 他们觉得 为什么你不做我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和客人说声 甚至乎 刚才说了 收多一点点钱的原因 他不是说去 他只是去劏客揽收 是很多钱 但是可能收多了 十几元的鸡 或者跳了几条 应该可以和客人去解释里面来说 大家会互动多些 我相信投诉自然会少些 那业界能够做多一步 我觉得是有这个需要的 而政府反过来 做这个中央平台的CTOE 各方面 其实留意一样东西 我叫做网约的士 或者他召车的习惯 开始 是有这些所谓的车队里面 也有陪伴司机 也有监察支援 评分机制 甚至乎 你做得不好 司机要下架 各方面都可以帮政府 或者一些投诉方面 可能很普通的一个 如果乘客有些意见的时候 可以从那个车队 或者apps里面 尤其是里面 很多不同的条件 或者不同的服务承诺 给乘客的时候 很多情况 可能我们会和他们处理好之后 未来的士 直接向政府的投诉 那些资源会少了 是吧 我想这个需要少点时间 是吧 不过吴昆成 其实现在 如果是乘客去投诉 都不是真的 好像你刚才所说 那么容易 因为首先 譬如你刚才自己都说 暂时是未有 好像澳门那样 有一些云端的摄影机 的记录的议器 在那里 那变成客在举证上面 都会有一些一定的程序 要跟 所以譬如你刚才所说的 濫去投诉 是否真的那么容易会发生到呢 我想濫用 其实有些事情 我想是 司机方面担心 我们觉得很多 其实他的投诉内容 可能是比较轻微 甚至乎 言语上 甚至乎他们司机 主动解释给乘客 这个很重要 因为其实最重要一点 就是 刚才也有提到 乘客他去投诉 他都要经历一定的程序 正如你刚才所说 现在也没有一个混沌平台 是记录在车里面的情况的 变成客 如果真的要去举报的时候 他那个手续 都不是真的那么简便 就会成功到的 所以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去解决 这些服务问题 我想 司机是不足够的 而我用科技 那些服务里面来说 刚才说了两点 就是装这个 中央平台CTV 有些所谓很严重 或者很大的问题 而我们调解不了 甚至我们一般情况 就是我们会和客人的投诉 我们会处理 有些最后去到警方调查完之后 如果透过这个法庭去判 是判严刑的 对非法行为的司机 我们一定不鼓吹 但是如果用科技 改善服务之外 那些Apps平台里面的 所谓的监察 甚至车队里面的司机 培训未来的刑民模式 我相信 衷容习惯性的模式 大家都开始会改变 这方面令到 整个投诉和校务之间的互动 甚至乎的误会 甚至是解决部分问题 可以反减了很多人的意见 令到投诉会少了 不过最后回答一个问题 政府有没有就着 装中央的云端涉录机 和你们展开咨询没有 在做没有 政府是有提及 也有问过业界的意见 我们普遍全部都是贊成 因为觉得这样是公道些 大家整天和司机都有保障 但是政府到现在说到年底 这个年底 就会向乐附会交代这件事 但我觉得应该 如果这样的情况里 既然的士商会计分制实施了之后 尽快推行中央CCTV 这个迫事性是有的 好 谢谢吴昆成 是这个的士车行车主协会的永远会长 谢谢你 不少听障人士很关心社会时事 不过又有多少时事节目 关心听障人士的需要 1980年开播的《时事集录》 已经配有首要翻译 透过节目 观众可以掌握一星期内 发生过的本地时事新闻 以及国际焦点大事 陪伴大家超过40年 《时事集录》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187231千惊年代 接着回来我们想和大家说 另一宗学界的事件 就是人济医院董之英纪念中学 他们是因为辞交报名 于是被他参加 学界的沙田与西贡区的足球赛 他们就向学界体育联会提出上诉 但是学界体育联会 就在日前发出新闻稿公布 就是一致已决不接纳 董之英中学的预期报名申请 亦都说是关于校长所指的 他们是之前有个密码 是遗失了要求重设 所以导致到他们有一个时间上面 出现了遲报的问题 他们也指出8月13日 已经处理了那间学校 从切报名系统密码的申请 亦都获得校方回复确认 可以相信校方能够登入系统报名 另一方面 董之英中学 亦都对于今次的裁决 他们的法团校董会 是表示失望和遗憾的 现在正是就着继续上诉 做一个内部的讨论 而教育局就回复会调查事件 并要求学校承交报告 今次的学界事件 大家有什么看法 都打电话来 17231和我们聊一下 电话旁边 我们请来教联会的 立法会议员邓飞 邓飞你好 早晨 早晨 这些同学都准备了很久 是参赛的 但是可能因为 学校在报名的过程中 有些事故 或者脱脱 所以就不能参赛 这件事我觉得同学 就比较冤枉 因为现在是 责任就不在同学那里 但是所有的后果 这些同学要承受了 那这里看 其实有没有什么 可以走检的位置 可以做到呢 就是你说学体会 一致裁定 不会再处理 或者不再给董智英学校 去如期报名 这个你摸口飞的 因为你真是过期 但是对于这些学生的参赛 是不是都可以 有一个缓冲呢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就算奥运会也好 奥运阻止 不容许某个国家参赛 但是都不会 因为这样而 不让那个国家 国籍的运动员参赛 其实我觉得是学体会 和学校 或者和各方人士 可不可以都商量一个 比较妥善的解决办法 因为我们搞这些学界的比赛 都是希望能够 令到那些同学 是有个机会去成长 和去参与一些 体育的竞技的活动 但是我不在这里 再做多些功夫 我觉得 这是我关注的 在讲解决方法之前 不如我们讲一下 整个事件的经过 如果根据董之英中学 他们上个星期四 校长所举行的记者会 当时校长 他就说是一个 已经离职的体育科的主任 是遗失了学体会的 网上报名系统的密码 也都说他在暑假期间 以不同的借口 推却回学校工作等等 所以就是说在整个交接上面 是出现一个不合作的 所以校方就声称在截止报名 第二天才知道 未能够报名的 但是这位体育科的前主任 亦都向香港教育工作者工会求助 指出就是校方的指控 有不实的地方 包括了就是说 他已经是 亦都有跟接手的老师 去做一些沟通 以及他也都说 在8月31日 也都有回到学校做补课 而根据刚才也有引述到 学体会也都说 在8月13日 已经处理了那间学校 从接报名系统的密码申请 也都获校方回复确认的 而根据香港教育工作者工会 所展示的一些资料 申请从接 将网上报名系统登入密码 那个申请的从接 其实是有校长尖住在 你怎样看今次校方 在报名不成功 这件事上面的责任的处理问题 其实最主要就是一个新旧交接 因为很多时候的报名 既不是由校长直接去 登入报名 也不是普通的科老师 通常都是由教育科主任 Panel Head来负责的 那现在刚刚就是说 有个Panel Head的老师 就是要离职 离职了之后 他都是 在离职之前 他都是做了一个 那样的重新去 就是告诉学校 忘记了了 忘记了个密码 接着学校重新申请过 但是重新申请 就是现在看回 那个陈述 就是由一些普通的资深老师去申请 但是那个老师 他就未必是 他不是Panel Head来的 他未必是做这个报名工作 就交给新的 9月1日之后的 新来的Panel Head来负责报名工作 在这个来来去去的环节里面 其实就是失去报名的机会 那样东西 其实学校在管理那方面 就肯定是存在一定的责任的 但是如果你说 到底学校和 旧的离职Panel之间的一个 看上去好像劳资糾纷的一个冲突 那现在我们看回 就算是工会 都收到学校那方面 新的补充的资料 就现在再看看怎么处理 就是现在两方面 包括那位离职的Panel Head 和学校都各有各的说法 各有各的一些所谓的证据 那现在交给工会 我看回工会最新的Facebook的Post 都是看看怎么处理 看看双方的资料到底是怎么样 就是你所知 其实已经是工会那方面 是处理着这个相关的个案 而校方对于那位的前老师的指控 也都有另外一些说法 至少给了一些资料 是给了工会的 你参考了工会的最新的Facebook的Post 都有提及到这一点的 你刚才要讲到 是学校在管理和校政上面的一些问题 你由今次事件 怎样看到学校里面的管理上面 究竟出了些什么的问题 以及就是校方在今次的处理上面 你觉得有哪些地方 是应该要改善的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最主要新旧交接 因为新旧交接怎么也好 你旧的离职的Panel Head 他一定是到8月31日的 他的Duty都去到8月31日的 那新的Panel Head 你怎样都好 就算是8月底 你已经是来了学校做事也好 但是他的生效 即Panel Head的Duty生效 都由九二号开始 那其实在学校那方面 就可能要改善这件事情 就要睹到一些新的Panel Head 新旧交接工作 尤其是牵涉到一些报名 不论是比赛的报名 或者某一些专业考试的报名 那这个新旧交接的时候 都是一些比较敏感的时间 那当然很多都不是在九月 九月头的 很多都是十月的 但这么巧今次的比赛就是九月头 那到底是 是旧的老师 旧的Panel Head 他没有提醒到 学校或者新的Panel Head 注意呢 还是新的Panel Head 他自己都不是太了解 在这些不同的比赛 到底什么时候 报名的Dead Line 那其实这件事 校方都有责任去协调的 校方最大的责任就是协调 清楚新旧交接 永远都是要协调的 最怕就是在清黄不接 咸淡水交界的时候 突然脱漏 这是最着急的事情 是 邓飞 因为有一些问题 还想谈 看看八点半后 有没有机会可以再和他聊 可以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的千禧年代 在八点半新闻之前 我们就和教联会的立法会议员邓飞 谈过有关于仁济医院董之英纪念中学 因为持交申请而无办法参加 学界沙田与西贡区的高级组足球赛 我们现在在电话旁边 继续请邓飞出来 邓飞你好 你好 刚才还有两个议题想跟你谈 首先就是现在教育局方面 要求学校成交报告 就说如果发现事件 涉及校方的处理不当 或者是教师的专业失德 必定会严肃跟进处理的 我想请问一声 其实你觉得教育局 是不是有需要去介入这次事件 其实现在牵涉到这样的层面的时候 尤其是因为局方的说法 要是一个处理不当的管理层 要是会不会有教师的操守问题 如果是局方觉得有这方面的表面 同时说他的介入是比较权威的 因为他作出的最后的决定 他觉得到底是管理那方面出事 还是真的有老师的操守问题 那他的判定就是有权威性在做到 所以这个介入我觉得也是一件恐事 比各方的一个说法 请问各自的后果 如果是真的界定是校方处理不当 有些什么的后果可能会发生呢 教师专业失德 又可能会有些什么事发生呢 教师专业失德的处理后果 大家都会比较耳熟能长一些 包括警告、譴责等等 我想DQ也未去到DQ一步的 但是这件事大家会比较耳熟能长一些 有些什么的后果 但是如果反过来 学校如果处理不当有些什么的后果呢 这件事就相对大家会陌生一些 而且学校处理不当 也有很多种不同的处理不当 这次会不会是 就是现在最主要的争议点就是 到底在新旧交接里面 学校协调独度的责任 就是协调独度新旧交接那里 会不会都有改善的空间呢 其实我也很好奇 我想知道如果判定了 即政府方如果判定了 是学校处理不当的时候 会有些什么后果呢 其实我也很好奇想知道有些什么后果 邓飞另外你刚才也提到 就是有没有一些补救措施 你会有些什么建议呢 譬如也有该校的一些救生 他就是提出 会不会是可以 就是给他们在不计成绩之下 继续参赛 你自己对于这个建议有怎么看呢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用不同的办法 可以令到学生有机会参赛 因为毕竟是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是有很大的意思的 至于不计算是好 还是我只是代表自己的参赛 而不是用学校名称参赛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有空间可以大家去选择的 但是最重要就是学体会 就是希望它那方面都能够灵活处理 就算你说对学校觉得不对 你要惩罚学校 甚至乎譴责学校 这个是另一回事 但是就给学生 就是我们参赛会有些走检的空间 尽量给学生组队 就是那个队伍可以能够有参赛的机会 好 多谢你 邓飞议员 谢谢 接着电话旁边 我们不如请来另一位很熟悉学界体育的代表 跟我们谈谈 请来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 雷洪德 雷洪德 你好 早上 早上 陈婉平 早上 各位青少女 今次董之英事件 你整体有什么评议 我希望事件告一段落 但是反映到足球比赛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大家看足球比赛 都会跟职业足球相比 但是其实可能大家都违谤了 学界的运动的比赛 其实本身是一个教育的很重要的环节 所以现在我们在教育上 比如学校本身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我们在社会上要守法 学校当然要守规矩 而学界的比赛都是教育的部分 其实不单止是一间学校 而是大部分 差不多所有香港的学校 都是组成一个这样的制度 这样的规矩 大家互相去遵守尊重 我觉得今次这个事件 反映那个价值观 是更加重要 就是所谓的比赛 才是 那刚才邓议员都说到 有一些建议 学生是怎样可以 就是学校 怎样去协调这些学生 我相信学体会的同事 都可以是有少少建议的 因为很多体育老师 或者带队的学校的老师都知道 其实学校和学校之间 很多时候都有些友谊赛 或者是一些学界以外的一些地区的比赛 所以都可以在 比如学校都有一些社工 辅导一些同学 我想在多元化的一个教育的层面 其实都可以是帮到手做一些功夫的 你认为现在学体会就说 经过讨论和参考过去类似的个案 就一致已决于不接纳董之英的 预期报名申请 你认为今次这个决定 是不是都是一个恰当 跟逐情绪规矩的一个决定 没错 这个就跟回以往学界 其实事实上 以往也都是真的有些个别的 小重的学校 是过了期没有报名 或者是持了报名 而是接受到学界 就是体育联会的规定 定了下来的惩罰 这个是曾经都有发生的 但是今次这个事件 就是学体会都有 就是特别沙西区 他们委员会都有接纳会的上诉 是讨论过 那当然了 校方就在记者招待会 在媒体上就说希望有卓情 那卓情这个字呢 据我理解在学校一般层面 都是一些 基于一个必须要有一个特别的理由 而人为疏忽 通常都不是一个卓情的理由 譬如是自然的灾害 譬如打风 可能水浸 这些是所谓人为以外的 可以通常有一个卓情去处理 还有今次看到学体会的新闻稿 都是一致的 很强调一致的 就是说 其实整个组织委员会 都是由不同学校的校长 大家去讨论 都是一致一个裁决的话 就是说 那个上诉的理由 就是不接纳会的上诉的理由 所以都看到反正这件事 就是学体会的理据 都是相当充分 梁孟德 据你所知 因为法团校董会那方面 就说 政就是不是继续上诉 做内部讨论 其实你知不知道 这个程序上面 他们这次 还有没有继续上诉 其实我就不清楚 就是这些地区里面 学校里面去怎么上诉 通常呢 据我理解 都是可能只有一次上诉的机会 但是 都看回这件事 因为我本身都是有一些 八卦团体的独立的校董 都可以反映到 就是分享一些经验就是 其实那个校董会 发展校董 和校长 和校对落的不同的委员会 包括校正 学生事务 教育学 这些委员会 大家的沟通 是经常都会做的 其实我虽然是一个校董 其实我都会知道 学校在发生什么事 所以这次一个很有趣的事件 就是说 这次这间学校 他是十几年都是冠军 就是他们学校对于 特别的足球文化 是相当着重的 而可能在一个沟通上 不是那么理想 而出现一个漏报 或者迟报这个情况 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我想事件都可以反映到 就是大家 虽然是做法团校董 很多譬如是家长 或者是一些社会的人士 辦学团体 都是所谓一个义工的角色 但是今时今日 如果大家在一个崗位上高 如果是担任一些职位的话 都可能在校正方面 是需要更多的 知道学校发生什么事 而避免所谓 出现一些黑暗的情况 那你觉得 今次在整个校正 或者管理上面 有没有什么地方 我们是值得去关注的呢 我就不能够评论 今次这个事件 因为我在他们学校校正 我没有任何的资料 是知道他们的开会 甚至没有一些会计记录等等 所以我们不能够评论 但是整体来说 保持良好的沟通 这个必须要 保持那个制度的透明度 譬如校董 或者在里面 需要有些深入利益的制度 譬如在運动赛事 可能都有些赞助 可能有些领队 可能有些经费上高赞助等等 这些是很常见 但是必须要有那个透明度 和要有个咨询的过程 和大家都认同的 这个都是在校本的管治来说 都是大家惯常应该做的方法 但是今次事件 会不会是 好像刚才和邓飞所说的 似乎是否在管理上面 特别在一个新旧交接的问题上面 是需要多加注意的呢 可以这么说 其实都不只是说体育科的 其他科都可能有教师理职 或者有新老师入职 但是这个每间学校 每年都有人事的转动 这个是一个很惯常的 其实每间学校都有的 那个咸接来说 都很讲 就是管理层 比如是主任科 或者是负责学生事务的主任級的同事 怎么去有效的提醒 整个制度的沟通 透明度 现在学校 我看到很多学校 都做得挺完善的 所以这方面 可能在教育局 今次教育局都说 这个事件都引入了一个调查 刚才邓议员都说到 他都想 我也很想知道 看调查的进度 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 而希望就是不应该 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那其实不只是体育 因为其他你学界的很多的比赛 比如数学 或者其他音体奴米 音乐 都有类似相关的比赛 这个准时去报名 这个都是我们 扮学团体的一个应有的责任 你觉得有些什么地方 是需要改善的呢 在今次的事件当中 我个人觉得就是 学校的沟通 还有管理上 怎么去所谓优化 其实报名的时间 都不是说一两天的 你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都有一段的时间 在那个时间里面 要怎么去准备呢 因为最主要就是 一般的学校 这间学校 当然足球的文化很浓厚 其实有些学校 可能未必足够球员去报名的 譬如你足球要有十多个人 他可能要预的时间 老师可能要去找球员 找学生 这个情况都要预早去准备 这个都在我们在学校来说 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一个过程 对学生来说 今次有机会是错失了一个机会 不过如果我们看看 整体来说 他们是否真的有机会被降组 其实都可能要看看 他们初级组 是否报名 和初级组 在他们赛事上的表现 如果算够分 可能就未必一定需要降级 但是整体来说 整体来说 你觉得今次的事件 对于学生 无论他们是高级组也好 初级组也好 应该要传达一个什么讯息给他们 还有特别是对于那些高级组的球员 你觉得有什么校方 可以做的补救措施 可以给到同学的呢 刚才也有个说法 就是说到计不计分 就是容许去比赛 但是都要交回讨论点 就是给学体会 特别是沙西区的整体委员 都要大家同意 因为如果你说不计分 可能其他学校有些担心 那会不会我的球员 和你打完之后 有机会受伤 可能都会考虑这些因素 所以都是交给沙西区 他们的讨论比较理想 好,多谢你雷洪德博士 谈到这里 麻烦了,雷洪德是香港教育大学 健康与体育学系的高级讲师 港台电视32 本地及时消息 每晚凝聚香港 全方位紧贴城市资讯 介绍一浪折一浪的香港盛事 讲解政府各个部门的运作 和相关政策 香港人喜欢讲饮讲食 又怎么少得本地特色滋味推介 还会报道新科技 和聚热的城中热话 务求将八方讯息 凝聚香港 逢星期一节59点05分 港台电视32 187231 千轻年代 大家如果对于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两个议题 无论是地址的计分制已经开始了 以及今次董之英纪念中学他们报学界的高级组的足球比赛 未能成功的事件 都会打电话来172311 提到你的意见和看法 现在我们也和大家关心一下 另一个和年轻人有关的议题 就是年轻人的精神健康 最近其实都讨论了很多 昨天也有另外一个机构 就是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做了一份是关于香港中学生精神健康素养的调查 在这个数据里面 就显示了 就是有近半的受访学生 表示一旦患有心理健康的问题 都不一定会寻求协助 甚至有超过两成的受访学生 就表明不会寻求协助 为什么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有什么其他的内容 我们应该是在这个调查里面 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电话号码172311 你可以转头来打电话 来发表你的意见和看法 不过现在我们先请来这个机构的代表 就是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主任干事 毛佩文在这里 毛佩文你好 早晨 哈啰 早晨 主持 不如先简介一下你们这个调查 你们就访问了百百多位的 港岛区的中学生 那个调查结果是怎样呢 简约说一下 好啊 我们在今年的7月至到8月中 那我们就以文件形式访问了百百二十六名的港岛区的中学生 那调查结果发现呢 其实呢 三成的受访学生呢 正是受到抑鬱性的相关的症状去困扰 两成五的受访学生呢 处于一个焦虑状态的 而四成受访的学生呢 有不同程度的压力 其中呢 一成七呢 是有严重或者非常严重的压力的 那其中三成六的受访学生呢 抗疫力呢 是比较低的 那值得关注呢 就是其实呢 受访的学生里面 五成三的同学呢 他们形容自己的健康状况呢 为之好 非常好 極度好 但是其实呢 当中呢 有不少的精神健康的状况是值得关注的 其中呢 包括有16%呢 正正受到一些抑鬱性的相关的症状的困扰 那而刚才都主持了提到 其实呢 有受访的学生呢 都有提及 如果跟别人去谈谈 心理健康问题的意见呢 其实是较低的 接近一半啦 即47%的受访学生呢 亦都是表明呢 一旦患有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时候 不一定去寻求协助的 甚麽乎呢 有两成的受访学生呢 表明不会寻求协助 所以其实最终我们的调查数据呢 亦都是显示 较低的求助意见的学生呢 无论在抑鬱呢 焦虑呢 压力的程度呢 都是显示较高的 所以呢 抗疫力和健康状况 其实也是较差的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我们这个调查 去了解回本港我们香港中学生 他的精神健康的状况 和他们精神健康的素养的情况 和呢 求助那个行为的一个关系 我想了解一下呢 就是你刚才说到 就是有五成三的受访学生呢 形容自己的健康状况是好 非常好 或者是极好的 但当中呢 就有百分之十六是被评为 正受抑鬱症的相关症状困扰 我想问呢 就是这个结果 你们是怎样去评出来的呢 嗯 因为这个其实我们都是 就是透过我们的调查 用文件的方式 那同学生都是 他填上文件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做一个 就是比较就是 究竟呢 填了 是 就是他写回健康状况很良好的时候 里面有不同的 精神健康的状态 是同学生是怎样衍生的呢 所以这一个都是 就是调查的结果可以显示得到 亦都是我们就是关注的 就是是不是说 就是他们填了一份问卷之后 就是再要做一些的 就是其他的一些跟进的评估 才找到百分之十六 说正受抑鬱症相关症状困扰 这个数据出来的 不是 那个问卷的情况是 在这些里面的 所以我们是 那个数据可以在里面 再分析一下 究竟呢 填了一半的学生里面 我们再分析他们自己去填上 不同的精神健康的状况 里面的数字的时候 我们去呈现出来的 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你们说有近半的受访学生 说患有心理健康问题 不一定扣助 那个情况其实是怎样的呢 其实我们都一直都很关注 就是我们湾姬一直都很关注 青少年的一个新心灵的健康 其实数据反映了我们 在精神健康素养教育上面 特别是尋求协助的范畴 是更加要去 着力去宣传和推广 是因为其实如果学生 觉察到他自己的精神健康 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但是他没有再出头 其实某程度上就是 就是会耽误了他早期 去一些治疗根据的时机 是 好 多谢你 毛佩文